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前半段我們講的那些就是國際上 最近都在對中國做一些什麼事 而中國他又在做什麼對於國際上 那後半段再來講一個奇葩粉紅的事情 上週聖上不是到訪了歐洲三國對吧 而法國總統跟歐盟主席啊 當著聖上的面說 你中國要自己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啊 還有這個中歐之間的貿易要達到平衡啊 以及對俄烏的這個立場聲明 我們都知道你私底下給俄羅斯什麼 我都希望你中國可以明面上拒絕俄羅斯 但是聖上都是打哈哈 而這幾天啊 一切對中對俄的新一輪的隱形戰爭 似乎又開打了 昨天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突然現身烏克蘭基輔 還跑到了一家酒吧 與當地的樂團一起表演 布林肯的吉他還是彈的不錯的 大家可以去看 而就在此時啊 烏克蘭的外長跟總統夫人啊 到訪了賽爾維亞 那賽爾維亞總統上週不是才面見聖上嗎 安排了非常宏大朝鮮的那種場景 讓聖上來觀摩 他脫口說了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最關鍵的就是 普丁突然宣布啊 將在5月16號17號 也就是明後天啊 到訪北京 而根據俄羅斯媒體的報導是說什麼呢 普丁這次的中國洗納 是聖上邀請他來的 你看歐洲回來之後 馬上邀請歐美不希望你見的人 那中俄雙方啊 他們也在外交聲明上面說什麼 我們啊是鐵桿般的兄弟啊 那這一切看來都是連鎖效益對不對 4月的布林肯到了中國 然後不是跟中共在那邊談嗎 雙方談判無果 布林肯也嗆的很兇 而這一次啊 聖上到了歐洲 法國跟歐盟主席 基本上跟美國布林肯的立場 我覺得差不多啦 只是力度可能沒那麼大 即便如此 中共還是執意的要加深於 俄國的合作跟私下資源 但是啊 就在昨天啊 美國總統公開表示 要提高中國的13種產品的關稅 像是半導體 將從原本的25% 提高到50% 離電池調高到25% 太陽能調高到50% 船對岸起重機啊 也調高了25% 像一些針頭啊注射器啊 提高到50% 而最關鍵的就是 近期中共與粉紅 以以為傲的中國牌子電動車 將被美國提高關稅至100% 當然啦 在布林肯 訪問中國4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說啦 如果你不答應一些美國的請求 美國就要對你打一些關稅戰 對吧 循訓漸進的再打 打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那個中國對外的銀行 也會被制裁 那現在看起來 這個制裁 或許只是早晚的問題 那我們要注意到什麼呢 川普啊 最近也在嗆拜登說 中國正在偷取他們美國人的午餐 而拜登反嗆 餵飽中國人的 恰好就是你川普 那這什麼意思呢 難道不是川普先對中國開打 第一輪的貿易戰的嗎 怎麼變成拜登 拿這個在嗆川普了呢 那這個意思就是啊 民主黨跟共和黨 對於外交議題上 都在比誰更反共 誰對中國政府 對中共政府的態度是更強硬的 不會出現我們台灣這種狀況 啊 我要親共嗎 還是我要反共呢 沒有 人家是在互相比誰更煩 而不是在比誰更甜 大家要記得啊 歐盟主席上週 嗆這個聖上 你們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對不對 那現在在歐洲的各港口啊 停滿了自銷賣不動的中國品牌電動車 而這些電動車啊 都是企業主租來放置賣不掉的 中國品牌的電動車 像比亞迪啊 瑞奇等等中國品牌 在港口停放了長達18個月之久 而中共跟小粉紅還有親共台灣媒體就說啊 這表明了歐洲人的消費率越來越低了 對吧 越來越窮了 買不起車了 所以不是我們中國產能過剩啊 是你們窮買不起 對 反正怎麼樣中國就是要贏啊 就這樣 贏兩次三次都可以 那我就上網看了 還有去問這個AI 資料上都寫 2023年歐洲新車銷量出現 4年以來的增長 電動車還漲了30% 德國4月份的新車註冊 更是同比成長了19.8% 1到4月累積同比成長了7.88% 啊我就問嘛 啊這個數據都是在成長 我們看這個圖表也是在成長 你又說歐洲人消費不起 是嗎 還是只是人家不買通國牌子的車 還是比較少買 對吧 那其他歐美牌子啊我就照賣啊 不然他們成長是買誰的 昨天啊 我才在推特上看到 有一個叫做阿堯的抖音號 他被搬運過去了嘛 說他爸爸在4月12號洗提了比亞迪汽車 結果5月4號行駛中漏電 送醫後發現有腦幹出血啊 電機傷等等 還住進了ICU 然後比亞迪回應指出 車子沒有問題啊 是你爸爸開車開到一半突然腦衣血 腦衣血導致這個身體麻痺 那這個身體麻痺 你就以為是我們比亞迪漏電 不關我們的事啊 不管是不是漏電沒有漏電 但我們能確定的是 前兩天啊 在江蘇無錫的比亞迪工廠啊 因為實施了4班到5天 8小時工作制 引發工人不滿 而這個8個小時工作制的話 你只能領到最低的基本 月薪可能就2000多塊 如果你想要領到5-6000 6-7000的話呢 你必須加班又要變成12個小時 14個小時對吧 所以這些工人都不滿 集體在抗議 警察 也到場 維穩打江山 所以說啊 小粉紅以以為傲了 各種中國品牌的驕傲 後面都是 非常血汗的血汗工廠 而最近啊 還有一名小粉紅 在小紅書上 秀出自己的犯罪紀錄 還大言不慘的說 欸我幹的真不錯啊 為中國人爭光 爭面子了 文中提到什麼呢 你看喔 大學畢業要跑入了加勒門 走之前爆刷了 各家銀行信用卡 共14萬美金左右 在這裡 我要感謝花旗啊 這三年的陪伴 雖然你們的服務真的很好 可是我始終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 和振興自己的中華使命 讓用這個人生的第一桶金 回去給祖國 添磚加瓦 同時也給美國帝國主義 一權重擊 給美國資本家最後一個教訓 在美國 拿美國的文憑 還欠錢 你不要把自己的卑劣 這種沒有品格 還犯法的行為 套用在 我是所謂的中國人 我是所謂的中華民族 所以你跟我是不同國家 所以我痛恨你 我要在你國家犯法 然後再回家宣揚 你看我這裡犯法 我是覺得啦 這個小粉紅就是所謂的擺拍啦 我先秀出一個我刷卡記錄 然後我下面就胡亂說 欸我不還 但事實上你可能會還 對吧 除非你以後都不想出國了 你連日本 韓國 歐洲 美國你都不想去 因為如果你這個欠久了 美國法院去告你 那你在這個出入境 你以後去其他國家 你可能就進不了其他國家 你就一輩子待在中國 而且我相信你 你去讀了美國的學識 你應該是有機會 會想要到國外去工作 不然你讀這個要幹嘛啦 我們可以看到 他確實很多卡 有的刷了8000美金 4000美金 7000美金的 非常非常多家總在一起 他說呢 消費了14多萬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小紅書的網友 怎麼說 被寶子們深刻的教育一頓 準備老老實實的洗盤子還錢 這品質 回來估計也不會給國家 添磚加瓦的 大概率就是打著愛國的名號 在吸國人的血 誒 這說的還不錯 這就是我剛剛講 這是什麼很光榮的事情嗎 嘿 你跟底層人是講不通的 呵 你這是害了中國人在海外的名聲 以後千千萬萬的留學生 日本也是 外國人越來越難辦理信用卡跟租房了 都是拜你們所賜 哈哈哈 我刷了12萬美金 貸款買的車子借2萬出售 回來中國一年了 美國手機還有一個月就停機了 哈哈哈 你看我秀出這個美國打電話給我的紀錄 他們打過來我都不接哦 呵 建議出一期交成 留子都給我刷爆 這輩子你別想出國了 你們這樣做 有沒有想過以後其他中國人 要怎麼去辦理信用卡等等的東西啊 華人在國外生存困難的處境 有一塊磚就是你們這種人疊起來的 我前幾個月也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國有些人不是會偷渡啊 走先去美國嘛 那些人也會用這個中國的各種平台去借貸嘛 因為中國借貸很快 對吧 金額也很大 你各種各種借 借貸之後呢 你走線偷渡到美國了 你跟中國這邊就斷絕關係了 因為你過去那邊你可能申請的是政治庇護 對吧 那中國這邊的金流就沒有辦法找到 你了 因為你把這支錢都帶去美國了 跟這個粉紅中國留學生把美國人的錢 帶回中國然後欠錢不還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不管是反共的走線的 當然啦 不一定說所有走線的人一定都是反共 對吧 你如果有時機有機遇你一定要回去舔共產黨 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對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基數群體 會去宣揚這樣的概念 什麼叫做值得炫耀了 你代表中國國家隊 你出去打遍世界無敵的時候 你奪得前二名前三名 對吧 奪得冠軍 這個才是榮耀啊 你犯法欠人家錢 真的是肉麻當有趣啊 而最近還有一位叫做學老師的中國平台實況主 他因為在遊戲上 跟人家發生爭執 他就問人家說 你月薪多少 對方說我才1K而已啊 那學老師就說 那你領1K的話是誰的問題呢 月薪一千塊人民幣誰的問題呢 結果啊 路人都說是腎上的問題啊 然後呢 這個帳號就被永久封禁 通知時間是5月12號 對吧 還有什麼違反直播規範 直播涉及辱罵 引戰內容 直播平台不適宜 然後呢 雷老師的B站啊 已經被永久封禁 然後呢 現在連牆外的推特平台啊 學老師這個帳號也不見了 估計是被喝茶了 公安叫他 把這個推特號給註銷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民主國家 如果你賺不到錢 或是薪水低於平均水準 或是低於這個最低薪水 基本月薪 還誇張的話 通常啊 就分兩類人 一類人就是怪政府啊 怪這個 當局領導的錯 啊 要嘛就是怪自己能力不好 或是自己這個 加進的原因嘛 對吧 但是在粉紅的價值觀裡面 永遠在他們國內的話 就是自己的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個美國人跟他說 啊 我在美國月薪才兩千美金 那這個時候 小粉紅就會說 你在美國領兩千美金 肯定就是拜登的錯 肯定就是當地政府的錯 讓你領兩千 那美國人就說 或許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嗎 絕對不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對吧 如果你今天是中國人的話 在生活在中國 那才是你自己有問題 對吧 你自己不努力 你不上進 所以小粉紅常常會說台灣人 台灣人越來越窮啊 台灣人怎麼樣 都是蔡英文的錯 都是政府的錯 但是回到他們國內呢 他們越來越窮 越領一兩千K 對吧 還有這個996加班 才可以領到五六千六七千 這個東西呢 就會變成他們個人的問題 中國又贏了 中國去哪都贏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吧 下次見了 掰